等着 等到什么程度 海鲜老和尚入这个境界 他看到变法界虚空界 通通都是阿弥陀佛 这叫等着 我们看到这是善人 那是卧人 不平等的 还在分别 还在支出 老和尚也见到 晚上念佛的书 床上床下 房子里头房子外面 全是众生 在听我念阿弥陀佛 这些都是境界线线 自己要更紧紧 不放在心上 才振着利益众生 放在心上 对众生的利益很有限 那不放在心上 功德的利益是圆满的 为什么 你跟心得相应 放在心上 你跟阿赖也相应 跟摩纳 跟意识相应 那就是轮回心 轮回心 遭轮回业 轮回业去 善有善苦 悟悠悟悟悟悟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你要是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感觉的太可怕了 为什么不念佛 为什么不把佛放在心上 那对于任何人 不能批评 批评是批评你自己 为什么 你心里的心有这个念头 不善的念头 你在说别人不善 你看看 说别人不善 自己心已经变得不善 还在说话之心 换一句话说 你已经造 三我道的业了 为什么 心里得有三我道 有坦诚之满意 就是有三我道 必须 心里头没有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你才能往生极乐世界 念念跟极乐世界相应 念念跟阿弥陀佛相应 这还得了啊